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里面也有点想 哲平的电话 还有这个经历 很快 这回事 知道 要 做 这回事 Pāpāpāpāmāyaxārālā āśākāsāchā On yeah thema hit tab哇 hit tīntīntataantā tū 'T háiya and net tenpled da yun rūtā e aún bad ma kkamāna sōhā On yeah thema hit tabwa hit tīntī tīntataantā tū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大草生物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是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啊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 就是观像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众题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敲烈的这个信息来合照 就是前面就是观像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他面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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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呢就是第三个问题开始就是破壁之回答 这个数能外道 昨天承许就是因上面存在着果 这种说法不合理 我们这里进行驳斥 昨天也讲了 如果这样承认 你们使用食物的时候 不应该用它的果 应该用那个果 还有穿着的时候 也是应该穿棉花的种子等等 就是以这个方式来破他们的关联 这个时候互相都有一个辩论 下面有一个辩论 唯欲不见者 然之所理言 世间也因之 刻骨不见骨 他这里就是说 对方回答 就是虽然呢 虽然呢 事实上是应该原本这个如此的 但就是业维言上面呢 就是存在这个果 就是这个道理呢 就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世间人呢 就是愚昧无耻的原因 就是他们的这种慧言呢 被各种烦恼的这种染污障碍已经覆盖着了 所以他们根本不能见到真正的事物的真相 你们这个佛教徒也不是说是 众生都具有无名烦恼障碍 所以包括我们数量外道的话 也如此承认 因为众生烦恼习气相当重 这样以后 他们根本就不能见到 因为愚昧无耻的原因 不能见到 因上面本来存在过的真理 这个道理实在是不能见到 因此世间上的人们 他们都一般来说 就不会传种子 也不会食用 不进屋 这个生活上这样操作 也是实际上我们众生的一个愚昧所导致 那么这种回答方法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下面我们说染之所言 既然你们说是世间当中 极个别的一些愚昧无耻的人 没有获得解脱的这种人 没有见到世事的真相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我们站在佛教的角度来告诉你们 你们那个数量外道当中 应该说是已经见到了一切万法的真相 然后你们所谓的大黄贤人 也叫做色加大师 他应该见到了这个事物的真相 然后他所创立的这样的宗派和他的观点 在世间人当中 或者是他的传承弟子的世人当中 也应该有所能领悟者 应该有的 那这样一来 为什么他们没有见到因上面存在过的真理 为什么不见到真正 但如果你们说是他们已经见到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传记也好 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 就可以看得出来你们不管祖师也好 他的传承弟子都没有使用不经物 也没有穿上衣服的种子作为覆盖衣服者 根本没有这样的颠倒的生活 从这种观察方法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你们自己宗派子只是另一种誓言而已 另一种宗派而已 真正的这种道理 包括你们自己的本事 和你们最得理的 最上座的这些传承弟子 都没有实际上行持 这样一来对世人 只不过是一种谎言覆盖事实而已 实际上这种说法实在是不符合道理 应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对方的观点 但是下方的就是不符合这种地方 仔细造成我觉得我们在学长 Tour 喜欢的朋友们的这种想法 研究给大家十分厉害 大家要做的了 你看帐add 如今 76乎 social闹 因为 realtà仔细造成 包括 Written 你 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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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若非粮所见因是人》 那么对方就是这样说的 如果说刚才那个世人当中为什么见不到 这个因上面存在过啊 那个时候对方又说啊 世间人没有什么可靠的 因为世间人都是被污蔑烦恼所残伏着的 这些众生是很可怜的他们所见所为绝对不是正量的 不正确的因此他们的见解没有什么可靠的 如果对方这样回答的话 那我们可以进行博视他 如果说世间人所见到的能见的智慧全是假的话 那么他所见的对境也是应该是假的 因为能见和所见是浮现观带而安立的 既然说能见就是假的话 所见也肯定 比如说我们通过《望远经》肯定任何一个事物 那么《望远经》如果是假的话 他里面所见到的对境也肯定是不会有真的现象 这样一来 你们不是世间人 包括你们世间的主持 在内他们确定 因上面存在过 那既然说他的所见 他的能见是有错误的 有问题的 这种情况下 他所得出来的结论 绝对是不会有正确的 这样一来 难道不是你们自己所承认的 因上面存在过的道理 全部都是被千而一句的 已经推翻了 那这样以后你们自己的论理 都没有办法靠得住 这样以后我们可以说 对方的这种因上存在过的说法 绝对不能成立的 地方是否需要联系地在这里更多有时间 平民发展到会很需要有限的 感谢的标准一旦 适应 这种因素的水管 也应该是感谢 部分如何喝一堆 阿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进行辩论 说是你们佛教 尤其是大乘宗观的观点 能衡量对境的智慧 能衡量对境的智慧 全是家里的 没有私有的 全是空性的 就是现象的这些 我们的心是智慧 都是家里的 如果他是家里的话 他得出来的过 也就是说 比如说 我的智慧是家里的话 我智慧所得出来的万法无常的结论也好 一切诸法是痛苦的因 或者说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障 等等 他凡是得出来的这些结论都应该说是假的 因为我刚才记得例子一样 他 尤其是有错误的话 他的对境 绝对会有错误的 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 梦中当时的心事是迷乱的话 那这种迷乱的心事 所看出来的 所听出来的 所得到的任何一个对境 全是不会正确的 如果真的这样 你们大乘佛教不是特别的强调 要修行空性法门 修行空性法门也是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 为什么呢 能修行空性的心事是假的 然后他所修的空性 也是假的 那这样一个假的纤维性 衡量一个假的物体的话 那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同样的道理 你们这个佛教 不是说是心也是假的 空性也是假的 那么假的当中 产生这个假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任何的这种事业 就包括我们有些道友 会不会这样认为 因为我们在正义当中 决绝的时候 一切都是空性的 然后明言当中的话 全部都是如幻如梦的 显而不是的 那既然是显而不是 如梦如幻的话 梦中的意思是 我们音频里面也说是 它是一种错误的意思 这样一来 是不是现在我们每天都是 祈祷佛陀 修空性 包括做一些其他的放生党 做一些善事 全部是不是假的 可能会有人这样想的 那这个道理 我们也应该很如实的 很合理的方式来进行回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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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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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进行驳斥 不易所杀施 不去彼无施 所破十几家 无施定义家 他这里就是说 对方刚才提出来 信誓是假的 那么所得出来的结论也是假的 这样修空性没有什么意义的 对方这样说的 我们下面进行回答 观察的时候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因为能观察和所观察 这两者法其实是互相灌待的 如果有一个是假的话 那么灌待他的另一法 也应该会是假的 但是这样假的 其实也没有任何的过失 确实我们在大乘佛法的空性般若当中的确是万法暂时决则为单空 然后觉得一切结为空性 这个是佛法最新化 最深深的意义 那么这样以后 我们字面上说 如果我们没有依赖心所加利的法 一定要依赖心所加利的法 如果没有心所加利的法 也不可能无施法的作为对境 它不可能取得任何一个法 首先我们要定准一个法存在 然后在进行驳斥的时候 它自己的这种本体也会变成空性的 比如说 我们佛教当中经常具的 碎木和碎点的比喻 碎木和碎点 首先是这两个木之物互相摩擦 摩擦的过程当中 都发生祸 这个时候把原来的粮木 慢慢慢慢就会烧尽了 最后 碎木碎点 这两者都是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 首先 我们要观察的一个优势法 比如说 这是瓶子 这是柱子 应该在心面前 定准一个是有的法 如果没有它 它的不存在 也不可能找到的 因为我们先把人的身体 开始抉择 然后身体有了以后 通过中观的理论来进行观察 最后抉择为无神 这个无神是不是真正的室友呢 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想法 绝对是不合理的 最后 琢珀如果既是家里的话 那么能破的心 也会是家里的 而且琢珀的柱子 如果是家里不存在的话 那么能破的空性 也是是家里的 比如说瓶子没有的话 无瓶也是不存在的 这个道理非常的重要 谢谢你们 các朋友 请ない四辈子 请不是静承计 一楽кт motiv的人到此学会 无论业会打完第二investmen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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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讲比喻 将这个比喻跟前面的意义结合起来 连在一起 接合起来说得非常的殊胜 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比如说有些人在梦当中产生孩子 这个孩子是宝贝 非常可爱 他极其的这种生起欢喜心 就是世间的话对生子也有一定的执著 特别的高兴 那不就因为种种原因 就是得了什么什么病 然后这个孩子已经死了 死了之后那位小女孩非常非常的伤心 我的孩子已经死了 她的尸体怎么处理 我不愿意送她的尸体 我一直抱着我的宝贝 一直这样哭 其实这样哭的话 如果她就某种发现 在自己梦里面发现 我原来不应该伤心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做梦的时候 根本不会有孩子 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这种孩童 那这样的话 最后她的死亡也是不存在的 怎么会是有这种痛苦呢 她就马上发现到自己 这种执著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里面比喻 能遮止有孩子的这种想法 能这种孩子的有想法 其实在梦中根本不存在孩子的思想 梦中的这种 幼稚的这种想法 其实她的能知也是假的 能知是什么呢 刚才不存在孩子的这样的想法 也是假的 然后当时她觉得 存在孩子的这种想法也是假的 这是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在某种你刚才不能认为 不存在孩子的这种见解是正确的 然后存在孩子的见解是不正确的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她从来没有产生过的话 最后她死亡的这种执著 绝对也是不可能有的 因此在最后抉择 佛教最深深的见解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明白 凡是所有有和无的想 全是不正确的 正因为这样 《金刚经》里面也是说了 凡是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就讲得非常的明白 凡是有相的全是虚妄的 你不要认为是 执著有的想是不对的 执著无的想是正确的 不能这么想 凡是相和非相 全是假的的 如果你见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那个时候 虽然不是有面有臂的如来 但是如来的真正的真相 这个时候已经见到了 说得更多 是怎么记得那倒阴 str格 德国大迪 在这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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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